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全部部落就只有那个 我表哥他爸爸他们会跆拳道 然后就把几个小孩子集合一起训练 然后训练就去比赛 我高二那一年 那个陈思敬教练来花莲开拳馆 刚好有一个这么好的师姿来花莲 我就想说去跟他们学习这样子 你在一个运动你一定会想要打出成绩 可能就是我身材上的弱势吧 我比较矮 我每次打比赛我都到人家这边而已啊 我以前是打74公斤 平均普遍遇到都是190的 人家随便脚他其实是插我的脸的 我又不能拉他的脚也不能推他 推人是犯规 我就不知道我刚好每次上去就当沙包一样 他其实是蛮希望我朝教学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还那么年轻 就是我不想放弃那个运动员的感觉 而且我为什么现在就要放弃我有拿到我真的想要的了吗 我小时候是想学那种真正可以实战的武术 看YouTube看到K1的比赛 然后看到锅球 就是看他打什么那么猛 他是泰国人然后他练得是泰琴 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学这个武术 就找不到台湾哪里可以练 全台湾都没有啊不要说是花莲 Google找到台湾最大的现在就是中华民国泰国权协会 到台北本部一边才发现 协会的教练几乎都是三打底的在去考泰拳教练证 结果还是练三打然后加一些轴跟锡的动作 但是其实真正的应用我也不太用 都是自己看网路乱乱学这样的 有比赛我就去报名这样 我上去打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诶 我那个我的动作可以扎扎实的打在人家身上 你脚踢不到我手马上打 手打不到我脚不上踢 不是只有脚在那边拍拍拍拍这样的 全国泰拳紧标赛 71有打过全国第一啊 75也有 2015世界紧标赛 那时候遇到了保加利亚 他们那种不是就是斯拉夫人就很恐怖 很像怪物那种一直冲子打那种 我都是占领尽量打 刚刚他就中了我的圈套 他被我打到牛皮鞋 结果后来举手是我 我赢然后我就觉得蛮感动的这样子 我从那之前我打什么泰拳道比赛都没有赢过 我第一次打泰拳的国际赛事 我就赢了对手 很高兴但是又有点难过这样 就是你自己原来我自己可以打到这样 但是我已经浪费那时间 我打到那时候我好像已经24 25岁了 其实那时候赢的话我心里是慌慌的啦 我觉得只是侥幸 我每一场我心里都很恐惧 就觉得自己像神风特工队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挡啊 我也不会防 真的靠自己本能在乱打 我只感谢我有原住民的基因 就后来觉得泰拳的技术方面就是 一直学不到东西就很想再进进 很想再进步 然后才发现原来很多泰国移工 他们以前都是打过泰拳 然后来台湾工作的 你看他们打就知道跟其他人打差在哪里啊 有一次跟一个泰国人比 他们的场边就是彭才 彭才就看到我打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学泰拳我可以教你 我就只知道他以前有打过泰国的比赛 有拿过腰带 后来又慢慢他以前打了影片 被人家传到YouTube 然后那时候才看到 原来他以前那么猛 我们的八岁就开始了 我是我们的 我的家阿表 那个表哥阿伯爸爸都比赛了 我们的相关 我到时候我差不多二十多了 工作我都不太赚钱 弟弟就叫我来上班 中立那边呢 有人很多都喜欢泰拳 你知道吗 所以就问我说 学木比赛好啊 我帮忙 对啊 我那时候就觉得 终于有真的泰拳可以学 但是那时候 就很挣扎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协会里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规定 刚好我当兵 我就说我可能 比较少会训练这样子 但是其实我 我放假都会去找他们练 他在教每个人都会 不会每个人教一样 他就看你适合什么 我原本就是桌撇子啊 然后桌圈 桌脚 比较擅长踢啊 我本来就看得到 比较擅长踢啊 就是站进去打 我做左右移位的步伐 我不会做前后的步伐 几乎都是砍掉重练啊 从头开始 跟我年纪差快二十岁 然后我都被他打着玩 然后那时候 就是协会不喜欢他们啊 说你一直跟泰国人学泰拳 所以你的拳击就变很烂 所以你要回来协会练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要用那种门派的文化 在那边绑着人家 大家一起进步不行吗 后来把自己沉浸下来 然后想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是要自己的进步 还是要成就别人的成就 我从那时候就觉得 我真的要走 当国手啊 限制太多啊 你要给我一些不合理的限制 我不当也罢啊 我就不能打一些正式的比赛这样而已啊 我们学这个武术 最主要初衷就是 要拿到他的技术 拿到他的技巧啊 我一直打那些铜牌银牌要干嘛 我就算我现在一直没有 没有名次没关系 但是我至少 我拿到扎实的泰拳技术 我可以交给下一代 在台湾可以遇到他们 就是心里是觉得很感恩啊 其实彭在本来 在他们的那个工作时间到了 他就想去日本 因为日本比较多钱 可是他后来 为了要带我们 然后他就选择去留在台湾 你会被他的行动 被他的精神感动 然后你会发自内心的尊敬他 我现在看台湾有人厉害 有Superstar这样 认真的上来 我可以休息了 我平常的话工作 早上做铁工 然后晚上训练 你在台湾不可能靠打拳 有一般的收入 还是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你才能去支持你想做事 因为他在台湾上 他们20输就退休了 我是27才开始学 跟他们就是感觉很像啊 他们是从泰国来台湾 我是从乡下来台湾 我准备去泰国比他们那边的比赛 当地的职业赛 然后住在那边 照他们的那个生活习惯去练习 因为那边比赛相对比台湾多 他们几乎每天都有 比较可以精进自己 不然我们都打不到高强度比赛的话 就没办法验证自己的程度到哪里 就是这样子 可以啦 最强的国家都打过了 我都跟俄罗斯打过了 你也 你也不能太 我都是太 你是不是不会怕啊 有什么好怕 我最怕痛 所以怎么打我都怕 我们花蓮的 其实人家都说 我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去比赛 为什么要让他去做这项运动 其实不是我 我为什么不要 我根本就不想要 我们小时候都会有梦想嘛 即便是成年的 你还是会有你想要实现的梦想 可是永远实现不了 可是他可以 那我们就支持他 再打几年就差不多了 然后就要开始转教学者这样 我想在我生长的地方 开一个拳馆 让那些跟我以前一样 有这个梦想的大朋友小朋友 究竟就在自己家乡可以练习 不用像我这样东奔西跑 好 四楼 好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